如果你說看快手 只看bottom line 即是說虧損擴大 都輸了四十多億 那絕對不是說一個很好的信號 但其實市場本身都預計了 虧損是會擴大 你看看今次的虧損的金額 比起預期來說 都不算特別差 但更加重要的是 剛剛你提到的所謂top line 譬如說活躍用戶人數的增長 譬如DAU 按桂升9% MAU 按桂升13% 完全是逼得了行業的預測 除了你說人數增加之外 也都看到使用時間 剛剛你也提到 那個表現也是很出色的 即是現在大家的人用快手的APP 看直播也好 或者自己也有提到 特別是一些運動類的節目 體育的節目 都做多了 另外也有自己拍一些短片 一些劇集 都是做到收視的 由於本身內容上是有個提升 所以就令到多了人去光顧 多了人看 就令到它在廣告收益上面 都順利成章有個好的表現 即你見到它這次的廣告收入 按年是升成七成六的 剛剛也提到 明明第三季 整個業界廣告的收益都是差的 甚至乎你比較回去同業 好像抖音來講 第三季的廣告 基本上都是持平 沒有怎樣增長 但如果計算快手來講 寧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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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 就是代表著它之前一些的改革 一些轉型方面 叫做初步有過的成效 所以我覺得雖然這次的業績 暫時都未見到有錢賺 甚至乎虧算是擴大的 還要消錢也好 但至少大家之前最關心 就說你那個客流量 會不會已經是見了頂 比你的競爭對手 越打就越慘呢 但是這次出來 就給市場一個定心願 所以我覺得這份業績 對股價短線來講 是會有些支持作用的 但是譬如說中長線來講 見到現在的數據 因為你特別是提到 不要看它的盈利數據 即是虧損數據 你就是看那些活躍用戶 其實都做得不錯 是否能夠投射 其實前景都會OK的 短期就應該是不差的 但如果再說中長線一點 就看很多因素 例如說你會改價 你猜抖音是否會 人家都一樣會有些招數 來應對你這個轉變 即是說這些短視頻 或者這些直播的平台 就不會只有一兩間競爭 現在分分鐘越來越多 都不出奇 其次就是監管 因為之前都不斷看到 對於一些 譬如直播帶貨 一些做短視頻方面 都有很多規範 包括一些版權的問題 或者可能你在直播的內容上面 都要撕到某些元素 再加上就是 現時也都內地不斷說 在追捧明星方面 要理性一點 不要說盲目追星 你想想 本身很多做這些短視頻 有很多本身真的有出鏡 做直播唱歌也好表現也好 都希望是有一定知名度 拿到一些粉絲 但是現在 似乎內地對於這個行為 或者文化 就不是說很鼓勵 所以經營這些平台的公司 我覺得都是會有一些政策風險 但是至於你說 政策幾時出 監管幾時會進一步惡化 就難說的 所以這些股 我就一定不會賣很多下去了 純粹你說短線投 就是當是一個投資的 純粹駁去這份業績 好的預期就當是短籌一陣 是的 現在就是兌原盤 恆指未開始的 快手就會高開4% 報99.1% 我們聊天室都有朋友問 1024什麼價位可以入呢 如果入的話 都是97-98元 看看今天高開之後 會不會回少少給你買 我覺得不會回得多 但是這一陣你看上去 我覺得都是看回 111至122元左右 或者你遇到可能 10幾至20% 一個短線的波幅 嗯 嗯 1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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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